满园香气中 昙花已开到最盛 花瓣和花蕊都在颤抖 艳丽动人 醉人心神 说话的女子 仿若从昙花的花蕊中走出一半 月白色沙衣垂地 脸部轻移 随风吐出 含有昙花香味的话语时 花瓣瓣的嘴唇 和着头上的珠花 一起青颤 国色无双 任小玉自认美艳 见到这位女子 也自愧不如 周明明也暗暗寻思 小妹虽也娇媚 跟她比起来 却少了几分风韵 她是谁家的小姐 林妹惊叹 真正羞花碧月了 她是千方公主 二公主的姐姐 周明明敲声道 听得她上京了 没成想这么快就出席赏花宴 说着 拉林妹上前拜见 一时众人也纷纷上前拜见 黄姐 你也来了 二公主和华郡王 却已上前相见 笑道 还以为这么晚 你不会来呢 世财便到了 一进圆 鞋子却沾了泥 往后头更衣去了 千方公主 是当今圣上的大女儿 十几岁起 便艳明远波 十五岁 下嫁于当朝威武将军之子 尚渝为妻 尚渝取得国花 却常郁郁 第二年 悄悄随军出征 想几点功劳在身 已被在千方公主跟前夸耀 没料到 在一场小战中送了命 待副将将驮着尚渝的尸体回京时 千方公主哭晕了几次 随后便同上家的人 一起扶灵回江南老家 千方公主有勤有义 在江南老家 足足为尚渝 受了三年的笑 这三年 威武将军在边境数次大剑 打得大下国渐渐怕了 送上一盒书 他这才回京 千方公主此等财貌 此等遭遇 却是令人生怜 使人生敬 皇太后和皇上皇后 嘉奖不断 赏赐无数 他这次回京 皇上另赐了公主府 皇太后皇后 也拟待再给他招续 长公主 恒爱这位大侄女 怕她寡居寂寞 每于宴席间 使人请她出席 她数次婉拒 没料到今晚的赏花宴 她却来了 当下 千方公主一面笑盈盈摆手 让大家不必多礼 一面从二公主手里 接过香包 温声问道 谁捡到的 她 众人指着史平佐 她 二公主指着刘勇 哦 你们两人一起捡到的 千方公主惊笑 史平佐满头满额的汗 无从解释 暗恨刘勇 柳状元啊 千方公主的香包 也是乱捡得的 这私藏公主香包的罪名 不比栽赃嫁祸轻啊 刘勇含笑道 正是我们两人一起捡到的 不知道公主要赏我们什么 赏你们一张群方宴请贴吧 前方公主转头 吩咐华郡王 崇华 我下个月办宴会 到时记得给这两位少爷 一人一张请贴 谢过公主 史平佐和刘勇 一起恭声道谢 暗暗松喉气 还好 这件事情总算过去了 千方公主之前 也见过周明明 这会儿瞧瞧她 分辨一下道 你是永平侯家的小姐 呀 三年没见 居然长成漂亮的姑娘了 说着 又直指林妹 问道 这是你妹妹 她是我娘正式认下的干女儿林妹 周明明忙笑着接上 千方公主 拉了林妹的手细看 赞道 好模样 只是怕休闲 若不然 更是初衷 谢公主夸赞 林妹暗暗诧异 千方公主跟二公主 截然不同的性格 千方公主 微微一笑道 下个月 秦方燕 你跟你姐姐 一道来吧 我到时 让画师 画美人图 你这模样 正好入画 周明敏 默明忙硬道 一定带她一起出席 若能和千方公主 一起入画 画作 保存在宫中 却是流芳千古的事呀 戴得二公主 扮了千方公主 款款往另一边 去见长公主时 还有几位少年郎 痴痴看着 千方公主的背影 暗恨 无机缘 跟她说上几句话 周思瞪着 千方公主的背影 转头跟周明阳道 大哥 她比当年更迷人呢 嗯 周明阳拧开头 看着别处 眼神碰触到 林妹的身影 随口道 小妹还未急急 运未危险 假以时日 未必不如千方公主 周思张口语言 看了看 周明阳的神情 难得的和尚嘴 沉默起来 众人 因着千方公主的出现 惊艳太过 待得 昙花开尽 艳席尾声 游字 议论纷纷 一时又羡慕 刘勇和史平佐 得了先机 入了千方公主的眼 遇下了群方宴的请帖 当年千方公主 也办过群方宴 席间 清歌厌舞 吟识作对 家人才子 总之 能到千方公主 群方宴上露面的 大家便默认 她才冒双全 线下千方公主 再度办宴席 谁不想得一张请帖呢 长公主陪着各位贵夫人 在另一头赏话 其实也听到 这边的吵闹声 一时跟大家说道 年轻人爱起后 只要没有人过来告状 便游得他们去 亮他们 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来 永平侯夫人 和史夫人等人听了 也不好过去打听 发生了何事 戴德宴席散后 永平侯夫人 领了周敏敏和林妹等人回去 说及千方公主 她好一会儿才到 无论是二公主 还是千方公主 都不是好相遇的 能避 则避着 娘 二公主自然 不是好相遇的 但千方公主 貌味温柔 众人交口称谕 周敏敏说了一半 见永平侯夫人 摆手 便道 娘 难道不是 先皇后死后 皇上要在众妃中 选一位丰厚 为什么 使当今皇后 脱颖而出呢 论财情 家事 当今皇后 可不是最佳的 永平侯夫人 看一眼周敏敏和林妹 压低声音道 因为当时 千方公主突然决定下架威武将军之子尚渝 而威武将军却在边境作战 为着要笼络威武将军 皇上自然封了千方公主的母亲为后 只是没想到尚渝却死了 周敏敏和林妹终于听明白了 千方公主为了助母亲封后 不惜下架相貌财情 且普通的尚渝 而尚渝因自残行贿 想获得军功取悦千方公主 偷偷跑到战场 没成想 却在战场送了命 威武将军迁怒千方公主时 千方公主及时扶灵回江南老乡 为尚渝守孝 使威武将军消了气 最后 威武将军出权力打退了敌兵 而千方公主的母亲 当今皇后娘娘 也坐稳了皇后的宝座 永平侯夫人总结道 也就是说 皇后有今日 全乃千方公主 这个女儿 林妹第一次听这些宫中密室 听得惊奇极了 戴德回房 游自出神 一时和顾奶娘说及今日之事 只是瞒去丢失香包 即和刘勇相见之事 阴天也晚了 顾奶娘和薄荷忙着服侍她安歇 戴德解下香包 林妹无端地变红了脸 因怕顾奶娘生疑 忙忙吹了灯上床 一夜树梦 刘勇出入于每个梦境中 神态温柔 第二天早上 林妹醒来时 正冲凉酒 方才起身舒适 收拾完毕 薄荷一惊一炸跑进来道 小姐 有人来提亲了 谁来提亲 提的是谁 林妹一听薄荷的话 有些慌张 提的自然是小姐呀 因急着来向小姐禀报 倒忘了打听南方是谁 薄荷无嘴笑了 夫人亲自接待了 料着是好人家 我再去打听一下 说着 不等林妹回话 又接莲子匆匆去了 会是谁呢 林妹只觉胸口处 咚咚地跳 昨晚上那种情况 刘勇为要安自己的心 便说会来提亲 可是 她最后什么也没做 还会来提亲吗 况且在外人看着 她却是有意周敏敏的 就算周敏敏一颗心 另有所属了 她也不好一转头 就撇清周敏敏 马上来向自己提亲吧 最主要的是 若果真是刘勇来提亲 自己会应称吗 刘勇虽然才貌双全 机智百出 但她和任小玉周敏敏 牵扯不清 这般的人 会真心对自己吗 能托付终身吗 不不 刘勇不是良人 若她来提亲 却不能应称下来 娘亲当初 那般财貌 还被爹爹辜负了 自己万不能 不娘亲的后尘 林妹想到此处 心头微酸 刘勇这般的 自然受女子欢迎 但自己 不能是其中之一 顾奶娘听得有人来提亲 也忙忙出去打听 只一会儿便进来了 拉了林妹 低声道 小姐 是史家 史平佐 林妹不知为何 心头一空 有点不是滋味 微锤的头道 妈妈 你觉得这头婚事如何 顾奶娘道 史家虽不若苏家轻贵 但也是官家 且史家是永平侯夫人娘家 亲上家亲 正是两家所愿 再者 你娘当年 对史家有恩 史夫人 一定会厚待你 至于史平佐 财貌 虽不若苏仲兴 但圣在老实 稳重 身边又没有表妹 通房之流 却是良配 若说林妹 之前对史平佐 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经过昨晚 却是看了一个清楚 一时犹豫不决 诚然 史平佐是一个老实人 但若是再出现 昨晚那般的事 史平佐和刘勇 异地而处 他能护得自己周全吗 世人皆认为 老实稳重者可靠 其实 老实稳重者 只是不主动去惹事而已 若有事情找上他们 他们能向刘勇之流的人 迅捷解决吗 且这类老实稳重者 多是守规矩 守礼数 凡事爱尊母命的人 在他们看来 妻子只是传宗接代 伺候母亲的人 像这类的 会对自己 清怜密爱吗 顾奶娘 见林妹脸上 出现犹豫的神色 不由问道 小姐 莫非觉得 史平佐 不是良配 林妹一下子 醒过神来 有些诧异 自己的想法 是啊 自己怎么 这般挑剔 史平佐呢 自己终不是 永平侯夫人的 亲女儿 能得史家求亲 其实 还是高攀了 怎能挑剔 小姐 是怕 史平佐 像苏仲星一样 逼于母命 不敢违抗 到时 又让小姐难堪 顾奶娘猜测一番 道 按理来说 小姐这般的财貌 现下又是侯府千金 史平佐 哪能不爱 不过 问清楚 也好 林妹点点头 是的 虽说史平佐 是公认的老实人 但胭脂他之前 没有喜欢过别人呢 若能问清楚 再决定婚事 更为妥当 另一头 永平侯夫人 虽略略诧异 史家这么早 就上门求亲 回心一想 却也明白过来 前方公主下个月 要办群方宴 名为宴会 其实 只怕是借着宴会 查看各府儿郎 以备招叙吧 前方公主 竟然亲口 让华郡王 宋刘勇和史平佐 一认一张帖子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 已入了他的眼 虽说驸马 是皇亲 多少儿郎 恨不得选上 但史家 不若当年的 威武将军 那般手握兵权 自然不可能 让公主 下嫁到史家 也就是说 史平佐 一旦选上 就要入赘皇家 住进公主府 史夫人 怎舍得 这当口 赶紧为史平佐 定下婚事 便无需忧虑的 永平侯夫人 寻思着 按着说亲的礼节 笑让媒婆 放下更帖 说带两家 合过更帖 若是八字相合 再认 带送走媒婆 永平侯夫人 便着人 请出林妹 正式道 小妹 史家来提亲 提的是平佐 不知道 你有何想法 你虽不是 我亲女儿 但是婚事上头 总要办得 妥妥当当 我 林妹明知道 这头婚事 已是机不错了 可是要她 马上答应下来 却是开不了口 周敏敏 风文的媒婆 上门提亲 也忙忙出来 这会儿笑道 小妹 平佐表哥 带人极好的 你放心吧 可怜的孩子 定是前次 被苏家退婚 伤透了心 还没回过神来呢 永平侯夫人 叹息一声 音道 小妹 此事也不急 好生考虑了 再说 除了史平佐 自己还有 更好的选择吗 林妹抬头道 不知道 平佐表哥 是何想法 永平侯夫人 一正 马上反应过来 笑道 平佐 是我们看着 长大的 有没有心上人 我们烟会 不知道 你放心 就是 断不会 再出现 一个表妹 来逼你 退婚的 如此 此事就全凭 母亲做主了 林妹说着 起身告辞 低着头回房 害羞了呢 永平侯夫人 见林妹松了口 也暗松一口气 虽是异女 也想为她 谋一头好婚事 史家 实在是 不错的选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